第五集 万小景看中了一件羊绒大衣 结果刷卡时 发现里面的钱不够 衣服没有买成 脸面也丢了 气得万小景打电话给他老公 让他划点钱进他的卡里 结果老公的手机关了机 万小景一肚子的苦没出诉 不过李宝丽刚刚丧夫 急吼吼地把李宝丽找来家里 跟他哭诉 李宝丽说 不是说你老公资产上了千万吗 你未必连这点钱都没有啊 万小景说 嗨 他一个月只给我几千块 哪里给我花的 丫头吃喝玩乐 上学打滴 手机像换洗衣服一样的换 都找我要钱 我每个月的伙食费 营养费 保姆费 美容费 现身费 还要看戏 看电影 喝茶泡巴 都是要花钱的 哎哟 你居然在我面前较穷 真是穷人有穷人的苦 富人有富人的愿 我每个月都过得紧紧张张的 说句丢人的话 我还不如他的二奶三奶 手头宽呢 那你还死绑着他 唉 说白了 还不是为了钱 跟你说句恶毒的话 我只有跟他离婚 手上才会有钱 那就离吧 就这样随便去离 亏得太大了 他如果不同意 官司一拖 财产一转移 我连哈欠都得不到 哎哟 你好像算得蛮清楚的 那当然了 要不然 我为什么忍受这种花心男人 因为我有其他的东西 在支持我的忍受力 他只没落在我手上了 万小景的话 像是一阵小风 给李宝丽的心理 吹进一些清新的空气 李宝丽说 我妈前几天 也给我一个字 就是忍 万小景说 就你这脾气 忍得下来 我忍 是因为我的目标清楚 我要把她的钱搞到手 我就不忍了 你呢 有什么可以支撑你的忍静啊 李宝丽想了想 说 我有 就是小宝 我要指望马学武的爹妈 把我的小宝教育成人才 所以啊 他们再怎么样对我 我都忍得下 万小景说 就为这 两人同用一个人 各揣一份心 李宝丽没有心思跟万小景闲扯 便要走 走出门 万小景问李宝丽 你往后怎么办呢 还去披放袜子 李宝丽说 那点钱 只够一家人喝水 那你要做什么 我在想啊 哦 那干脆 也去摆个摊 做点小生意 这个我也做不得 为什么 做生意 得靠时间磨 我现在根本没得资格跟时间耗 屋里老小四口人 线对线的要钱吃饭 我要的是线钱 一天一结账最好 万小景便嘲笑道 哎呦 做你的秋梦吧 那只有汉正街的扁担 才能享受到的待遇 万小景的话 让李宝丽心头一亮 李宝丽到汉正街 辞宫那天 正下雨 雨点蛮大 落在棚子上 噼里啪啦的响 李宝丽的老板说 真的不做了 李宝丽说 你一个月给我两千块钱 我就做 老板说 那还不如雇我自己呢 就是了 我一个月三四百块钱 怎么养家糊口啊 老板便叹了口气说 你辞了这里 又做哪里呢 李宝丽说 我要当扁担 老板惊了一下 打量着她的身板说 莫说得下我 那是人干的活啊 你挑得起 李宝丽说 你莫瞧不起人啊 那个和嫂 比我还矮些 不是担得蛮好的 我问过她了 在这里啊 只要肯做 一个月少说八九百块钱 是赚得下来的 再说嘛 我在这街上混了几年 人头熟 想老板你 有生意 还不得照顾我啊 老板又连叹几口气说 那是那是 我当然要照顾你了 只不过啊 一个女人干这行 残薄咯 李宝丽笑了笑 没有说什么 李宝丽撑着伞 走在雨水泥泞的街路上 心想 你厂长当不了 就当老板 你能懂得什么 叫残薄了 活在这世上几多人 不都是在残薄的过日子 雨越下越猛 几个扁蛋 披着雨衣 挑着货 飞起的跑 一边跑 一边喊 哎 跟着跟着啊 莫散了 李宝丽找到何嫂 李宝丽批发袜子时 经常喊何嫂 帮客户挑货 她晓得何嫂 在汉政街 当了五年扁蛋 靠这个 养着一个残废的老公 和一个上中学的儿子 何嫂刚刚挑货回来 浑身上下湿透 见李宝丽 就骂天 哎哟 狗日的老天爷 一抛尿 饿得这么猛 今天水太大啊 把人淋得像鬼 不做了 不做了 李宝丽说 我不是来找你挑货的 我要当扁蛋 你得引我入门啊 何嫂的嘴 立即咧开来 只几秒 她缓过神说 哦 我晓得 我晓得 你难讲的事 我都听说了 跟你说个情况 你也默契 这年头 跳河的 掉紧的 喝药的 割脉的 男将比女将多 完全是阴阳颠倒 你说是不是邪得很 李宝丽说 不稀罕 他们男将不行 拉倒 这世道 光我们女将 也撑得起来 何嫂一巴掌 拍在大腿上 拍完 似乎还不尽兴 又连续拍了几下 边拍边说 嘿 讲得好 讲得好 我就喜欢听这个话 我一个女将 当扁蛋 赚的钱不比男将少 凭什么 我勤快 我吃得苦 我负责 我过戏 嘿 我还不抽烟 不喝酒 我身上干净 没得臭味 何嫂说着大笑起来 笑完说 不是吹的啊 客商啊 情愿找我 说完 他捏了捏 李宝丽的膀子 说 你也可得 你不是那种 娇气的城里人 你干这行 干得下来 蛮简单的 回去呢 背一根扁蛋 两根绳子 就结了 呃 夜晚 要不要住在这里啊 何嫂住的地方 叫一块五 李宝丽以前从没来过 他环视了一下四边 四周乌破路烂 阴沟里的水 乌黑乌黑的 一股酸腐臭气 往外冲 纵是雨水打得急 这臭味也散不开 何嫂说 一晚上 一块五脚钱 所以这小店呢 就叫一块五 汉口 再没得比这更便宜的店了 女扁蛋少 一间屋 住七八个人 男扁蛋就惨漏 屁大点的地方 一塞就是十几个 天热的时候 进了门啊 气都透不过来 人在外头 都闻得到臭 李宝丽说 嗨 省点钱吧 我还是回去住 远不远 你不敢早逝啊 早上几点啊 早上四五点吧 下面来的客商啊 头天打了货 赶早搬车船回去 来得晚呢 这一波就没得戏了 李宝丽想了想 咬咬牙说 我赶得来 我骑自行车 何嫂说 我看到你咬牙了啊 你咬得好 干我们这行的 第一要做的事 就是咬紧牙关 不把牙咬紧 我说女人 男人也撑不下去 李宝丽说 我咬得紧紧的 何嫂 李宝丽就这样 开始了她的扁担生涯 李宝丽把下岗前 穿的工作服 都找了出来 又买了一个传呼机 把自己的传呼机号 分发到每个店铺 只几天 她的传呼机 便响声不断 一则是 李宝丽在汉政街 待了好几年 跟好多店铺 都混了个脸熟 她的热心快肠 也是有名的 老板们有活就会找她 二则 她手脚利索 人也大气 从不为价格扯来扯去 客商也喜欢她的 这份爽快 三则 她总是穿得干干净净 给人非常靠得住的印象 这样一来 李宝丽每天都有活干 干体力 总归是要腰酸背疼 但是李宝丽每天回家 掏一把钱递给婆婆 看着婆婆数钱时 脸上浮出的笑意 所有的酸疼 也就一抛而尽 有一天 李宝丽的母亲 到汉政街 来看了她一回 见到李宝丽 正一根扁蛋 挑两麻袋货 汗流浃背地 朝小河边挤走 连跟她说句话的 空都没有 李宝丽的母亲 热泪盈眶 李宝丽的母亲说 宝丽啊 我有你这个姑娘 是我的福气 我蛮自豪的 人不怕穷 怕的是不硬气 骨头里有硬气 日子再过得惨 心都不惨 李宝丽说 妈 你晓不晓得 当初马学武在外面 跟别个女人相好了 要找我离婚 我觉得自己蛮惨的 现在她死了 我倒没得这份惨的感觉了 心里还蛮踏实 哎呀 宝丽啊 你要守好这个踏实 这不容易啊 妈 我信你的 李宝丽把整个家 都交给婆婆操吃 自己则每日早出晚归 晚上吃完饭 洗个澡 倒头便睡 凌晨三四点 又摸着黑 骑车到汉政街懒活 在这个家 她就像个房客一样 除了拿钱回来 其他一切 都似乎与她无关了 日子就这么过了下去 平静地让人只看得到 安稳的生活 而看不到李宝丽 疲于奔命的劳累 日复一日 月复一月 年复一年 有一天是个周末 刮起了大风 客商极少 店铺也都关了门 李宝丽回家 就要早一些 平素这时 李宝丽到家 家里老小晚饭 都已吃过 公公在屋里 辅导小宝做功课 婆婆在客厅看电视 厨房里 婆婆在打理 李宝丽的饭菜 都已留在了那里 通常婆婆留什么 李宝丽就吃什么 她也从不讲究 有时候 李宝丽想要看一下小宝 跟她说几句话 婆婆就说 小宝功课蛮紧 正在用功 你别打扰她 李宝丽一想也是 孩子的学业 是顶级大事 所以李宝丽回到家 几乎没有跟小宝 说话的机会 这天李宝丽想 吃饭的时候 要跟小宝多说几句话 这孩子没了爹 也可怜 而他这个当妈的 又忙着赚钱养家 顾不上他 还不晓得他心里 有多难过呢 李宝丽推开房门 满以为会得到一份惊喜 屋里 却静悄悄地没有人 李宝丽有点奇怪 这种烂天 两个老的和一个小的 能到哪里去 进到厨房 李宝丽却看到了 婆婆留给她的饭菜 跟平常差不多 一盘青菜 一盘甘子炒雪里红 家里不像发生了什么事 想找 也无从找起 李宝丽 只有一个人 闷闷地吃饭 吃完饭 李宝丽进到 公公婆婆的房间 房间的墙上 贴着小宝许多的奖状 李宝丽一直没得机会 仔细看个清楚 小宝的门门功课都强 老师一提她 嘴都合不拢 说这将来 是独清华的料子 小宝年年都被评成三好 婆婆每拿一张奖状 就往墙上贴一张 墙的对面 是马学武的照片 马学武温和的目光 每天都落在那些奖状上 李宝丽正欲用手 抚摸一下小宝的奖状 门响了 公婆和小宝三人 有说有笑地进来 李宝丽忙从房间走出 说 你们到哪里去了 三个人突然见 李宝丽在屋里 静正了一下 说笑声 向电视机被拉了电闸 瞬间进场 婆婆说 你跑我们房间做什么 你怎么能够随便 进我们屋里啊 李宝丽说 我在看小宝的奖状 好像每学期都得了 没有人接李宝丽的话 李宝丽有点难堪 只好又问了一句 这么大的风 你们怎么还出去了呀 婆婆说 小宝的爷爷今天过生日 我们三个到餐馆吃饭 给他祝寿 李宝丽说 真的啊 怎么不说一声呢 我也好给爸爸准备点礼物呀 婆婆轻描淡写道 有什么说头啊 我们自己屋里人过就行了 不劳你操这份心 哦 这不是用你赚的钱 是取得我的退休金 李宝丽说 嗨 说这话就见外了 我赚的钱 就是这一屋里人的钱 婆婆说 毛皮夹偶 李是李外是外 那还是得分清白 婆婆的话 一字一字 像砖头砸在李宝丽头上 她有些发懵 李宝丽把目光转向小宝 一刹那间 她发现小宝 已经长得跟自己差不多高 脸也展开了 容貌像塌 英俊漂亮 充满阳光 对小宝满心的喜爱 减缓了婆婆砸在头上的疼 李宝丽说 小宝 有没有向爷爷祝福啊 爷爷为了你的学习 费了蛮多神的 小宝淡淡地说 这是我跟爷爷的事 不消你过问 公公说 我们老家伙过个生日 不算什么 小宝和他奶奶 也是当好玩 哄我开开心 你还是忙你的吧 这一夜 李宝丽都没有睡着 马学武死后 李宝丽一直以为 他是一家之主 是他照着这个家 家里大小事情 都得靠他来支撑 他幸知 离开了他 这老小三个 生活都将了无着弱 只有自己努力做事 努力赚钱回家 他们的日子 才能过得下去 他们才能像正常人 一样活着 吃得饱 住得暖和 劳有所靠 小有所学 这是他李宝丽的责任 当一棵大树 必因家人 是他李宝丽的奋斗目标 靠着这种 照一大家人的感觉 他的心不飘忽 心里沉实了 走路就走得踏实 李宝丽 万万万万想不到的事 却无情地摆在他的面前 这些靠着他生活的三个亲人 似乎个个都觉得 自己的生活 与他无关 那些话 那些说话的语气 那些辅助语气的表情 活像一群被倒了窝的马蜂 不停地在李宝丽的脑袋里乱窜 嗡嗡地折她 那样的疼 没有让李宝丽痛彻心肺 却只让她疼得麻木 李宝丽想 那么 在这个家里 我算什么 我又是谁 他们跟我 还是不是亲人 我怎么倒像个外人 李宝丽脑子 就算被马蜂遮烂 也无法透彻 凌晨爬起来 她有些昏昏沉沉 天还黑着 风依然很大 李宝丽顶着风 奋力地蹬着自行车 一路似乎非常不顺 先是没看清路边一棵 被风刮倒的树 一头撞了上去 险些摔了个大跟斗 后来又歪进一条浅沟里 鞋子立即进了水 这天的活 是挑两蛇皮带布鞋 送到吉家嘴码头 走之前 李宝丽用店铺老板的手机 跟万小景打了个电话 万小景还没有睡醒 说 哎哟 天大亮了 再打过来就不行啊 李宝丽说 我等不及了 我心里硬是憋得慌 于是 他简单地说了一下 昨天的事 说完 李宝丽想落泪 但他还是忍了 李宝丽说 小景 你说 我算什么 电话那头的万小景 硬是被他说醒了 他大声叫道 李宝丽你个条祸 你想当这个屋里的救世主 别人却只拿你当个长工 你晓不晓得啊 万小景的话 让李宝丽心里更堵 他接下来 又给母亲打了个电话 李宝丽的母亲 正在菜场 用的是公用电话 李宝丽听到他 气喘吁吁的声音 有些歉疚 却也顾不得那么多 李宝丽 又复述了他昨天的遭遇 李宝丽说 我八心八干地赚钱养他们 他们三个倒成了一家子 拿了我当外人 妈 累我不怕 苦我也不怕 但是他们像这样 我心里满受不了 李宝丽的母亲说 我晓得你委屈 不过我也晓得 你是个大气的人 扛得住这个委屈 妈还是只有那句话 忍 宝丽啊 忍着 该做什么 做什么 但是李宝丽觉得 还是有点难忍 她想 我天天都要回家 他们天天拿我当个外人看 我怎么忍呢 李宝丽还手机 给店铺老板 店铺老板 也算听清了 她的电话内容 接手机时说 讲这么多废话 有什么用啊 宝丽啊 跟你讲 有些人到这个世上 生来就是还债的 蛮简单 上辈子欠别人的 这辈子得还 想清了自己是个还债命 心里就有了底了 外人也好 里人也好 又有什么关系啊 把债还完 走你的人 你要是怄气想不开 那只会欠得更多 宝丽 这辈子你的债如果还不完 接替你转世的人 还得替你还 真是石破天惊啊 李宝丽脑袋 像是被人用刀劈开 所有的马蜂 都一飞而去 她挑起担子就走 急不快行 一口气走到极家嘴 仿佛一点泪感都没有 李宝丽放下担子 杵着扁蛋 站在堤边 望着长流不止的江水 心道 真话的 如果我出生就是来还债的 我还就是了 有什么气好呕的 李宝丽虽是个急性子造脾气 但遇事能闷着头想 公公婆婆都老了 迟早要过世 送走他们 她就是小宝唯一的亲人 小宝的亲妈 小宝当然不会拿她见外 跟两个老人家相比 她李宝丽多的是时间 跟她的儿子小宝 慢慢地过生活 现在 小宝跟她的爷爷奶奶 比跟她亲 她又有什么好着急的 李宝丽很容易 就把自己的心 静了下来 生活恢复常态 每天都一模一样 像是复制处的 李宝丽凌晨出门 挑货 结账 再挑货 再结账 一双腿走无数路 一个月走烂一双球鞋 直到天色黑净 才得回家 待吃饭洗澡吧 夜已瞌睡连连 浑身瘫软 见床躺倒 酣生立食而起 公公婆婆 体会不到李宝丽的泪 私下里说 李宝丽 到底没得个文化 光晓得憨吃憨睡 这些话 李宝丽听不到 所以 也不影响心情 相同的日子 就像一本 写了相同文字的书 看了第一页 后面 便不消看 随手翻几下 一本书就翻完 李宝丽的日子 也因为简单 而翻得飞快 翻 字幕 Tout